好的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呢 這位朋友他是說 他說他的員工來上班的途中車禍受傷 需要在家休息不能去上班 他這種情況呢 那這個員工不能來上班 他就找了另外一個新的員工來頂替嘛 然後呢 他就把這個受傷這個休息這個就給炒掉了 然後這個被炒掉的員工就說 就反過來告他 說他歧視 說他因為歧視他受傷 他剛才把他炒掉的嘛 所以他就想說 那你受傷 我找新員工 那新員工我不能養兩個啊 對不對 所以把你炒掉 我也算正常嘛 那這個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請尤小姐幫忙解答一下 合不合理這件事情 要看他的工作性質 跟他所受的傷是不是有直接的關係 再加上他這個是上班的途中 所以不是上班中 那上班的途中 這算不算是勞工保險會理賠的這個範圍 這個律師應該可以講解的很清楚 但是呢 你要告老闆這件事情 你自己心裡覺得被歧視這件事情 是每個人的觀感不一樣 有這種 在加州因為是比較保護員工 那老闆其實有時候也很委屈 你明明沒有歧視他 但他自己感覺不好嘛 他就是覺得說 你跟他講話的態度 你請他走人的這個原因 或是因為他的膚色 因為他的宗教 因為他的性別 因為他原本好好的 現在突然受傷了 你才不要他 那因為這些種種 他們自己心裡上覺得不平等 不公平的這個地方 來找保險 來找這個雇主的話 保險是 的確可以拿來做這個理賠的 那理賠呢 其實要看你有沒有把這個雇佣責任險放進去 你在 不是每個人天生會當老闆的 或者是會當經理人 你知道怎麼管理人家的 通常的商業保險 你只要加上這條雇佣責任險 剛剛遇到的這種情況 不管誰對誰錯 對於公司來講 都會有嚴重的財務傷害 要支付出去 因為人家覺得你其實他 可能來了一個官司 可能上了法庭 那你這些要辯護 要解釋的開銷都特別的多 所以這個雇佣責任險 把它夾到你商業保險裡面 就可以有這個 有對的人可以幫你做商量 而且可以來幫你做辯護 有個比較值得一講的是 這個是他的員工 覺得說因為他受傷被fire掉 他被歧視了 那有些人是外面的路人 他來到你的店面 他就覺得 你這個門鈴按這麼高 你不讓我按到這個門鈴 你歧視我坐輪椅吧 或者是說 你這個樓梯怎麼這麼陡 那我是眼盲的 就是我是看不到的人 你沒有弄這個小點點 你讓我進去的時候不容易爬上去 你這個是不是歧視我自己身心 就是我自己有殘障的這個部分 像這種外面來告你的第三者 他沒有受傷 他自己本身就是 身體自己本來就有這個 跟一般人就是殘障的這個部分 他覺得你歧視他的話 我們的雇佣責任險 一般商業保險裡面的雇佣責任險 也可以保護這些第三者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保單裡面 現在都有這些責任險 你自己把它打開來 請你的保險規劃室跟你解說 是不是雇佣責任險這一條 已經加進去 如果有的話 雇佣不管是人家員工來告你 或者是外面的路人甲來告你 這個保單裡面都會保到這一條 這是很小小的一條 但是可以保護非常多 趕快跟你的保險經紀人問一下 請他好好幫你解說 你是不是有 如果沒有的話趕快加進去 來多一層保障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複雜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師 有惠林小姐的解答 謝謝您 謝謝